中国中芯已做到6毫米的一个芯片, 不过中间内容怎做出来, 现在暂时未知,究竟是代工生产, 哪个设计哪个生产未知, 是否会台积电代生产, 其实是中芯设计,这完全未知, 另外芯片讲的晶圆当中的量率, 即是一个晶圆做出来有几个%可以用, 几个%不可以用, 都会断定到芯片做出来的成本价格, 及经济效益,不过不讲这麽複杂的事, 讲一讲究竟现在中国与台湾或美国, 中国与美国是就着芯片或叫芯片或晶圆 工业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咬手瓜, 当中包括南韩与台湾这两个 现在主力生产的基地, 究竟有什麽故动关係呢? 原来拜登政府在芯片已有五百多亿的推动, 但推动当中台湾及南韩都有投诉, 他们去到阿里桑南那些车厂时, 原来出现的情况是他们的补贴并不是预期那麽多, 所以导致台湾台资电那边及南韩都有讲, 如果补贴不到位的话他们不会继续去投资, 在那裡做生产, 所以其实佩洛西今次去台湾, 最见一见台湾芯片业界两个句子, 某程度上可能表达一个讯息, 其实美国议会已又讲了高新技术, 包括晶片产业链的支持, 美国会有个很大法案通过, 可能在资金援助方面或投资援助方面会大些, 可能某程度上都可以说 会派新增品给芯片工业, 去到韩国可能他都会同样这麽做, 都可能会见韩国一些芯片的大句子, 即是说佩洛西其实除了在行程上的政治成份外, 在美国本土交代了一些重要话题, 就是就芯片这个产业链的美国本土化, 将整条产业链放在美国, 其实佩洛西都表达自己在尽力, 说服台湾和南韩Counterpartner 将厂搬到美国在美国生产, 某程度上可以看到这角力可以看到台积电 或台湾的一些芯片工业, 其实在value和地位上, 连美国都看得很重, 所以某程度上中美角力之间, 究竟能否令台积电能够表态, 或挨在某一边,这可能都是重要, 当然台积电现在说要搬到美国, 甚至在日本的鸿本都设厂, 这是台积电的选择, 对中国大陆来说怎样可以令台积电多些合作, 又或者怎样可以欠芯片的产业链, 在中国大陆都可成长,这个角力在军事外, 在佩洛西是否实质访问外, 其实这个角力都很重要, 因为角力代表跟着的角力, 跟着的生产,跟着的工业能否发展, 其实大陆甚至比美国更早看到, 在晶片方面这个樽颈,更早, 所以大陆出现紫缸,出现了武汉不知什麽, 跟着中芯国际很多特大规模级的投资, 投资是讲断千亿计, 例如紫缸都讲七千亿, 武汉可能讲二千亿, 是断千亿人民币的投资, 这些大陆本身想在自己国土裡面, 是制造到和保持到一个晶片产日链, 这是大陆的目标, 但结果一间倒闭两间倒闭三间倒闭四间倒闭, 表面上怎样看来, 譬如连台积电的主要工作团队都请过来, 但结果原来都是不成功, 而跟着大概在七八个月前, 刘鹤被点名, 特意成为晶片工业的一个领袖, 监督着晶片工业的发展, 可能这件事又是在刘鹤执掌中建工业 产业链的发展时, 可能他都见到包括一些失败的个案, 包括紫金,包括武汉那样, 可能他看到当中的贪腐和当中的问题, 现在似乎开始要收割, 即是说在整个过程中, 国家出了那么多资源去发展芯片, 结果仍然未有一个长足的发展, 而过程中可能很多钱扔了下去, 都原来是冤枉洗了去, 结果可能因为这样, 现在刘鹤所以找出来都要算账, 某种程度上就是想法生命, 但另一见到一个情况, 就是说会否在中国大陆出现的情况, 在美国一样出现, 就是说美国政府不断投资或援助, 资助一些芯片工业在美国落地生根, 但会否跟中国一样, 就是钱扔了久结果都是徒劳, 都是做不到的猜猎链出来, 其实如果你说的猜猎链, 中国比美国更早想做的猜猎链出来, 但结果不成功, 刘鹤当然现在在做, 但在做过程中都有算账一日, 现在在算账, 当时骗了中央钱的人, 现在似乎要负责, 我相信现在军演本身是六个板块, 板块和板块之间的距离, 即是说一船是轻易通过板块, 即是说不需要入到板块, 其实它板块之外仍然可以行走, 只要上货出到码头, 基本上在公海上应该可以自由航行, 理论上不应该会影响芯片工业, 但问题是会否大陆那三日军演, 结果令到台湾现在有燃煤发电, 会否令到台湾发电燃料输入都出问题, 导致台湾出现发电问题, 大家知道芯片工业用很多电和水, 水多些,电都次要, 即是会否如果发电出问题, 可能会影响到台湾芯片工业都未顶, 结果都可能影响到世界, 台湾芯片工业的电是自己在后面发电机, 但它都自己要储存足够的燃料, 如果是停三日究竟可否继续运作呢, 这就是台湾数据看过才知 生日是否多, 生日其实不是那麽多, 不会影响, 但可以看到这个印象, 就是说如果中国大陆成功封锁台湾主要港口, 台湾在一些物料上燃料方面, 可以很快出问题, 因为台湾是岛国, 台湾是岛序, 需要输入很多资源, 才可以继续运作出经济上的运作, 我想暂时不会, 即是说就算芯片禁运, 如果晶片禁运, 美国本土要有了一个采入链, 美国才可以有效实行禁运, 如果不是美国对那些公司, 即是被禁运对象公司作成制裁, 已经是美国可以做的一件事, 简单说美国根本无可能下领事给台积电, 不运一些晶片给谁谁, 无这一个法案也无这个权力, 美国能够做的似乎要等自己的芯片工业, 是七日链在美国本土化了, 它才可以掌握用芯片作为一个经济武器的掌握, 那法案未通过, 某程度上就是芯片成为一个武器, 成为一个中国发展在工业上的武器, 你说是否中国能够跟美国买芯片, 就无芯片,不是的,贵了, 就等于俄罗斯当时制裁俄罗斯部份银行不可用Swift, 即不可用一个国际电子转账的平台, 结果有其他俄罗斯银行没被制裁, 结果都可以经那些银行继续做国际转账, 如果看回美国就算不卖芯片给中国, 巴基斯坦无得不卖, 或其他国家都会卖, 即是国际上可能芯片会出现一个两架局面, 就是美国直接供应的国家或公司有一组价格, 跟着另一个价格是市场炒价, 就是将已拿到首货炒出来, 造成市场炒卖价格, 可能中国大陆在这方面将来要面对, 如果用芯片可能价格会上升, 而导致它们无利下低的情况。